又是啦,份數的除法呢,其實跟乘法差不多 大家認識了乘法的話,除法就應該不會難到大家的 那呢,先說回一點點 如果我們說,將一個餅,將一個餅分開兩份 那我們可以說,這個餅,一刀斬開它分開兩份 接著我拿其中一份 這個表達式我們可以畫一除二 又或者,我們可以畫二份之一 畫出來的圖都是一樣的,都是表達一塊東西 左邊是二份一,右邊也是二份一,一模一樣的 那呢,如果我們畫一個數,例如7 這樣吧,7,乘以二份一 就是將7,斬開一半的話 也可以說是7除2 7的二份一,7乘以二份一,也可以說是7除2 那呢,從這兩塊東西呢 從這兩塊東西呢,我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,如果遇到某一個數 除以,這個二我們可以寫作二份一 因為我們說過一個整數 一個整數 over 1 也就是等,等回一個整數 那,隨以一個分數的人呢 原來就等於 就等於 我們 乘以 這個分數的反轉 分子分母倒轉 那這個是一份之二 就變成了 乘以 二份之一 那 這個左右 不是 這個除數 除變成 然後分子分母互相倒轉 那,就是這麼簡單 那,舉個例子 如果我們 有 九份之七,除以三份之二 那要怎樣做呢 我們可以說 這個等於 九份之七 不用動的 那,除呢 就變成 成 那,阿拉雅分數先下來 然後 這個分數呢 對了,三份之二呢 就變成 二 分之三 沒錯 那 深水星的朋友 又是 這個盡位 不是盡位 這個是 互相 簡化 那 這個一 乘以七 那 分子 乘分子 七乘以一 就是七 三乘以二 就是六 那就變成 六份之七 或者七 over六 那這個就是答案 那 又來下一條 如果遇到整數 那又怎樣 那 那 如果大家又是 深水清的話 又是 可以將這個 除以十 就等於 除以十 over 1 除以十 over 1 那 然後又繼續轉換了 5 5 over 14 乘以 十 本來是十 over 1 我們將它兩個反轉 就變成 十分之一 那 然後又是 約 那 5 沒有了 那 十除以5 就變成了2 那 最後的答案呢 就等於 2 乘以14 就是1 over 28 那這個就變成答案了 那 那 同樣道理 如果是左手哪個變成整數的話呢 那 那你又可以 8 over 1 那這次不寫了 可以等於8 除呢 就變成 然後分子分母就互相倒轉 9 over 24 又是啦 那 可以互相約數的 8就變成1 24又變成3 還有得約喔 9 就變成3 我換個第二種顏色 9呢 就變成3 3呢 就變成1 那 最終答案呢 就是3 那 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 最後一條 還是會嚴重一點的 嚴重一點的 嚴重一點的 那 同樣道理啦 慣例 我們看到 大份數 就把它化成假份數 那 這很複雜一點 我把一些步驟出來 上面分子是什麼 31 乘以5 加2 除以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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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以7 加6 除以7 31 乘以355 就155 加2 就變成157 除以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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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成 成 說 墳母 即是這塊東西 就不要理他 住 那 這個 原本的墳母就變成分子7 5 7 35 加6 就是 41 相成 那 照成 7 7 49 57 35 36 37 39 乘以3 17 7 10 099 那 墳母是什麼 5 4 20 155 205 那 這個就是答案了 那 在上面再寫一次 31 有 5分之2 除以5 有 7分之6 就等於1099 除以205 那 如果要求 那 將它化成大份數 那這裡就不幫達了這件事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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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除數呢 就說到這裡了 就沒什麼花巧的東西 就 看到 這個除好 就變成成好 然後 將它變成假份數之後 就分子分母互相倒轉 那 就是這麼多了 所以 算起來 算起來 還是比分數更容易 加減數 對吧?